陳吉仲在23晚間用簡訊來邀約了藻礁公投領先潘中正 表示說願意來會談提出雙贏的共識 面對陳吉仲主委現在釋出了善意 潘老師就說誠意是有的初步的時間敲定已經有了共識 帶來看 對藻礁的公投 非常的關心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是因為 如果不管公投有過或沒過 我們期待都可以在整個環境裡面的 永續找到一個大家都可以雙贏的這樣的一個方案 而不是直接用保護藻礁 跟我們的所謂的減煤燃氣 直接這樣的環境議題對撞 那現在所有的環團朋友們希望政府 可以跟我們大環團朋友可以找出一個 更可以大家接受的這個方案 所以政府要提出這樣的一個方案 絕對會是符合大家 我們要揮合 我們要減煤 我們要降空污 我們要保護藻礁 我們期待透過這樣的對話可以找到這樣的方案 陳主委他本來就是最早在副主委期間就是負責 那個藻礁保育的一個關鍵人物 那他始終是站在保育的角度跟我們做溝通 所以這次呢 6月13號再給我們訊息 那我們就很快的回應他 那這個是經過內部整體的決議 我們決定跟他見面 並且他也已經提出了三個日期給我們 目前我們正在整合看看有多少夥伴可以出席 我們會把訊息給他 應該很快的這兩天就會有結果 那如果實際上我們參與這場會議之後呢 我們也會把我們討論的內容和結果這些呢 跟外界來說明報告 好 當然了 我們現在期待的是有聽證會 比較有法律的效益 那陳主委這一次的約見面應該就是一個 大家就是很久沒見面了 那一起來見見面 能討論的就討論 能有決議的就決議 大概是這樣吧 誠意是有的 好 我們看到潘老師在昨天宣告 會跟陳正主委來見面 但是呢 其實先前3月4號會面破局了 到23號陳吉仲聯繫了潘中正 決議兩週內會面 我們看到要見面之前要來問問 陳吉仲代表的是誰呢 是經濟部嗎 是中油嗎 還是環保主管機關 因為他既不是海洋保育的主管機關 也不是開發單位的主管機關 那他是誰呢 不要忘了其實在前年 陳吉仲也是負責跟潘老師來溝通了 好長一段時間 結果最後通通不算數 在行政院養孫昌或是蔡總統 沒有公開授權他代表跟環團會面 恐怕陳吉仲要先來說清楚 到底是什麼樣的身分 因為在一般的我們可以看到 行政機關公聽會 是一種非正式的程序 利害關係人在公聽會當中 陳述意見是提供主管機關來參考 但是主管機關不受耶穌 也沒有答辯說明的意義 所以也可以不踩各界的意見 所以現在陳吉仲你代表誰 應該要先來說清楚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陳吉仲那天就說 民進黨最早交公投 現在要趕快來進行一個 危機處理了嗎 因為面對現在連數破70萬份 民進黨雖然沒有提出一個對岸 不過從最近很多事件 來組創起來就發現 府院黨現在綿綿出招 要拆解公投的道德性跟正當性 這用意就是在降低民眾 投下贊成票的意願 來聽聽在野黨的分析 我覺得民進黨他們在 針對一個議題的時候 組合權器是很厲害的 那麼藻礁這個議題 但坦白來說 它牽涉到了生態環保的一個問題 那麼也牽涉到 一個能源政策的一個問題 小英政府要跟環團溝通的時候 如果在這件事情還沒有成案 公投連署還沒有成案之前的時候 那時候可以感覺到 執政黨他們的一個誠意 那到現在公投已經70幾萬份 交出去已經成案了 8月28號要公投 然後這時候才緊急 讓陳毅仲他來這邊要做溝通 那我覺得這樣的執政團隊 我的誠意有點不夠 從現在一直在施工 最少多花好幾十億 到8月28號 所以前提 溝通我覺得很好 但是先宣示那個誠意說 好那我們現在先全面停工 你才有展現出來說我真的會跟你們談一些替代方案 否則那個是打假球 一邊跟你談 然後一邊繼續做 這個很奇怪吧 好 我們都看到了他們用盡各種方法 要去疏通 甚至讓這個公民團體內部產生矛盾 到底要雙贏協調 還是要堅持 另密長址 讓他們內部產生了一些內部的矛盾 我們都看到了 不過我在這邊還是要提 70萬份的二階連署已經完成 請大家一起尊重這個70萬的公民的意志 你應該是要停工 而不是加速趕工 你如果說加速趕工 然後一方面又來說我跟你溝通 那到底是溝通什麼